莫贤伯 莫贤伯 没事吧 莫贤伯 我没事 你们还好吧 还好 我们都听您的话呢 您放心吧 贤伯 韩光君 居然一手持剑对战 一手操勤攻击 厉害 那是 韩光君当然厉害 只是他从来不喜欢道出贤伯 可低调了 对吧 你在问我吗 问我干什么 难道你觉得韩光君不厉害吗 嗯嗯 当然 好厉害 他最厉害了 什么 白童女又来了 阴魂不散 他到底想干什么 坐实 走 往哪儿走 跟着竹竿响声走 你要我们跟着一只鬼魂走 谁知道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就是跟着他走 你们进来之后 这个声音就一直跟着你们了 你们往城里走 却被他一路往城门外带 遇到了我们 他当时是在赶你们出去 是在救你们 救我们 嗯 而且昨晚他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紧急的东西 薛阳一来他就消失了 阿城是在躲避薛阳 总之 和他绝不是一伙的 怎么又成薛阳了 那不是小星辰吗 呃 这个说来话长 待会儿再解释 总之我们先跟着他吧 看看他到底想带我们去哪里 走吧 走 走走吧 走吧走吧 我们就这样 丢下韩光俊跑的呀 韩光俊 这里交给你了 我们先走一步 就这样 不说点别的 不然还要怎样 说什么别的 为什么不说 我担心你 我要留下 你走 不 我不走 要走一起走 这样的话应该有的呀 谁教你的 谁跟你说 应该要有这种对话的 我就算了 你能想象你家韩光君 说这种话 不能 对吧 浪费时间 你们家韩光君 这么可靠的人 我相信他肯定应付得来 我做好自己的事 等着他来找我 或者我去找他就行了 你 感谢观看